知道这次任务的只有少使 我和段坤 功名泽怎么会知道这件事情 该不会是段坤 把消息透露给他 要假借保护我的名义 除掉我 把舍该不会也遭到伏击了吧 那我在一神那条重要的线 也断了 董事长 找我有什么吩咐 少东将重回一神集团 摆明就是在针对你 我可不想你出任何事 您放心吧 少东将他奈何不了我 他是奈何不了你 但他身边的经浙 你不得不注意 最近 一本八落和少使闹得很不愉快 近期内肯定会有动静 找个机会 把少使的棋子都剃掉 王墨菲他还没有回来 没回来 王不韦 我找沐云帆 我走错了吧 我来错地方了 打错线了 打错线了 老糊涂了 您没错 是我说错了 你是臭小子的女朋友 叫童 童鸡养 您误会了 我不是他女朋友 害什么凶嘛 害羞是上个世纪的人做的事情 现在什么年代了 不用害羞 我听臭小子说 你是X13的妹妹 博士 你认识我哥 当然认识了 他是我第一个实验体嘛 原来我哥 是被金车杀害的 现在情况怎么样了 还不清楚 什么叫还不清楚 你不知道我跟锦英差点连命都搭进去了 引出一本八落的目的 是要找到杀我和王补的凶手 只要凶手落网 就可以解开邵氏的阴谋 现在只能等 龚警官的消息 什么 还有这么一处 我怎么不知道 你小子现在连我都防是不是 我不是防你 五大集团根本控制不了我 大光凭我 去摧毁五大集团 又有什么用 如果是那样的话 公平和正义 永远无法得到胜仗 只有警方的介入 才能真正 改变现有的一切 喂 金车 你赶快回家一趟 帮我去看看同心药 他怎么了 他好像已经知道了 他可是因我而死 喂 喂 金车 博士没有说清楚 X13到底是因为什么而死的 现在同心药误会 是你杀死了他哥 难怪同心药跟我说那些话 喂 金车 你再听吗 我在听 你上了搜索 我出去找他 什么 你要卸载X50 不行不行 你这样太冒险了 万一出了什么事 你就挂了 富氏 实际上